黑暗的走廊传来哒哒的脚步声 狱警打开了325号牢房 梁子淡定地起身离开 走出监狱 抬头看着蓝天 这就是外面吗 今天是梁子出狱的日子 没人来接他 只能自己走回家 回家的路不是很远 却感觉格外漫长 梁子回想起自己被关进监狱的原因 他和家人的关系不算亲近 高中毕业后住在家里 每个月要交两万元的生活费 同事得知此事 提议两人一起合租 既能互相照顾 又可以分摊房租 梁子欣然同意 热火朝天地找起房子 幸运的是 他很快找好了 一个大小适合 又靠近公交站的公寓 签好合同 同事突然告知梁子 男朋友也会过来合住 分摊房租 梁子很尴尬 想回绝 却没说出口 算是勉强答应了 要搬新家的喜悦 围绕着梁子 他加班加点地 缝制着新家的窗帘 想要尽快搬进去 弟弟担忧 他无法照顾自己 想劝他别搬走 话到嘴边 却变成了 搬走 我倒是很开心的 终于可以在安静的房间 做作业了 梁子如愿搬到了新家 第一天就发生了一件 特别不靠谱的事 同事和男友分手 只有男友搬过来住 两个年轻男女合租 总有很多尴尬和不便 梁子一直忍耐着 心情烦闷 天空中下起大雨 让人更加不快 猫咪的叫声传来 梁子闻声去寻 那是一只黑白相间的小可爱 他一直叫 或许是饿了 梁子去给他买食物 回来时 却不见小猫的身影 室友说 他扔掉了 梁子头也不回地 冲进雨中寻找 最终在地上 看到猫咪的尸体 梁子气愤之下 趁室友不在家时 将他所有东西扔了出去 因此被带到警局 室友报案称 梁子扔掉的行李中 有一百万日元 他的行为 已经构成刑事犯罪 如果罪名成立 梁子不仅要被罚款 二十万日元 还要面临拘留的风险 经常委婉地提醒梁子 只要他承认和室友 有暧昧或者情侣关系 此事就可以当作 民事纠纷处理 他也不会留下案底 梁子果断选择了前者 交购罚款之后 他出一回家 父母为他准备了 丰盛的食物 一家四口 乍一看好像挺幸福 可这种假象 维持不足几分钟 弟弟突然发飙 他马上就要参加升学考试 梁子这时候回家 哪个好学校 会要家里有罪犯的学生 父母也莫名吵起来 父亲嘲讽母亲 给棒球男生砸钱 母亲回他一句 你不是照样给公司的 女员工花钱吗 一时间 餐厅乱成一锅粥 大家互相抱怨谩骂 梁子实在难以忍受 决定存够一百万 就离开家 以后再也不麻烦家人 一个有案底的女生 要想赚钱 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还要忽视周边的人 窃窃私语 议论纷纷 梁子独来独往 忙个不停 他骑自行车送报 做清洁工兼职 还在客服公司 日复一日地 听着投诉电话 他一心赚钱 两耳不闻窗外事 可麻烦总是找上门 同学听说他有案底之后 特意过来奚落他 还说要召开同学会 让梁子讲述一下 监狱的经历 梁子最开始 不想惹麻烦 一直隐忍 同学却不知收敛 更加嚣张 将他推倒在地 买来的菜 也散落一地 梁子情绪彻底爆发 将三人狠狠收拾了一顿 潇洒离开 这一幕 被角落里的弟弟 看在眼里 弟弟跑到梁子身边 劝他 别再自取其辱了 梁子回答 怎么会是自取其辱呢 我没有做任何 令自己羞辱的事 随后梁子注意到 弟弟脸上的伤痕 他问弟弟发生了什么事 弟弟不愿回答 梁子也没强求 只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弟弟悄悄拉住梁子的衣角 轻声告诉他 你走了之后 别忘了给我写信 之所以让梁子写信 是因为梁子没有手机 梁子觉得 自己没有朋友 不需要手机 姐弟俩随着阳光 慢慢向前走着 手悄悄握在一起 而后 欢快地摇摆起来 空荡的世界 回响着爽朗明媚的笑声 后来梁子存够了一百万 他搬到一个海边小城 租了一间从窗户 就能看到大海的房间 每天早上 他会早早地去海边超市打工 一忙就是一整天 累得让人只想瘫着 但这样的生活 在梁子看来 要比在东京时健康很多 并且让梁子感到欣喜的是 老板夸他有座报兵的天赋 这是梁子第一次被人夸奖 他还专门写了封信 给弟弟炫耀 梁子的喜乐忧愁 也只有写给弟弟说 他依然独来独往 不与任何人产生新的关系 黄发小哥哥对他很有好感 总是找他聊天 约他去party 他每回都会冷淡地拒绝 一天小哥哥向他表白 认定他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伴侣 梁子回答 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微笑着拒绝 第二天梁子离开了海边 他已经存够了一百万 要去往下一个地点 这一回梁子想去一个有森林 充满新鲜空气的地方 他来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农村 这里居住的大多是老人或小孩 饮料店的大叔 给梁子介绍了一份包吃包住的农场工作 主要就是摘桃子 农场主大婶热情和善 初次见到梁子 就单手拎起她的行李箱 剑步如飞 梁子的房间位于二楼 窗外是连绵清脆的大山 耳边是缠鸣鸟叫 每天清晨还会有大公鸡打鸣的叫醒服务 梁子睁开眼被眼前的一幕吓到 大婶的儿子明南来叫他起床 明南是个大龄单身男青年 性格有点憨 他在门外叫了很久 梁子都没回应 他怕耽误干活才闯了进来 结束完给了梁子一个闹钟 之后就不会有这种尴尬了 吃过早餐 梁子第一次摘桃子 大婶称赞她有摘桃子的天赋 简直就是桃子女孩 梁子又将此事写在了给弟弟的信中 摘桃子是个比较辛苦的工作 每天要忙很久 最休闲惬意的时候就是午餐时间 三人被绿色包围 品味用人的便当 元气回升 继续投入繁忙的工作当中 一天 村长找到了梁子 邀请她担当村子里的桃子小姐 作为代言人 帮助村民销售桃子 虽说是邀请 但根本没有给梁子多说话的机会 就将此事定了下来 梁子委婉的拒绝都被忽视 明南知道此事后 告诉梁子 必须直接了当地拒绝 梁子做好心理建设 说出自己的意愿 拒绝了村长 可此时 村里已经就代言广告一事 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准备工作 梁子的突然退出 让一切准备工作停摆 村长开了一个桃子小姐 退出的讨论会 村民们纷纷请求梁子帮帮他们 还以饮料店大叔的恩情 想要挟 他帮你找工作 找住处 现在就求你这么一点事 你都不能帮忙吗 再说桃子小姐的代言 是可以上电视的 对双方都有好处 何乐而不为 梁子感觉更加为难 借口他并非本村的人 很快就会离开 就算他此刻当了代言人 明年又该怎么办 话音一落 村民们震怒 他们责怪梁子 看不起农村人 不肯帮忙 不肯留下来 在农村玩一段时间 腻了就回城市 所有人吵成一团 和那个总是争吵抱怨的家一样 梁子有些崩溃 大喊着说出 自己有案底的事情 随后 仓皇逃离大会现场 明男拿起话筒 他不懂 为什么要将全村的希望 寄托在一个 外地来的女孩身上 一个外地来的女孩 又为什么要承担这些 发生了这样的事 梁子只得离开 明男没有说什么 只是送给他一些桃子 然后和大婶开车送他离开 村子渐渐消失在梁子的视野中 这次 梁子来到距离东京很近的城市 在一家花店当服务员 出道店里 他什么都不懂 是梁平一直耐心认真地辅导他 梁平和梁子同龄 现在在读大学 闲暇时间在这里兼职 梁平工作认真 态度温和 平常话很少 但会在梁子被领导批评后安慰他 和梁子一样不喜欢聚会 会找借口带着梁子离开 还会绅士地在深夜送梁子安全回家 梁子有些心动 一直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这种想要恋爱的感觉 对梁子而言有点陌生 让人忐忑害怕 梁子明白他必须说出自己的过往 要么两人更进一步 要么分道扬镳 不能这样一直无结果的泥足深险 梁子艰难地说出了自己犯罪的过往 和存够一百万就换一个新地方的生活方式 梁平问他 这种生活方式是属于自我探寻之旅吗 梁子回答 不是 我是逃出来的 我总觉得我不属于任何地方 总想去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 每搬到一个新地方时 一开始没人认识我 会很自在 慢慢认识后 麻烦就会到来 一百万能够让我坚持到 找到下一份工作 能够付起房租 结束完 梁子匆匆离开 这样一个有暗地又怯懦的自己 凭什么得到别人的喜欢 别自取其辱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梁平很慌张 以为是自己问的太多 遭人厌了 他追上梁子 诚恳地道歉 还当场表白 我知道现在说这个可能不合适 我喜欢你 说完低头离开 还嘱咐梁子将这段告白忘记 梁子却回答 我忘不掉 因为我也喜欢你 纯情的少男少女 互相表达了自己的心思 顺其自然地牵手在一起 梁子来到梁平家做饭 独处密闭的私人空间 两人有点害羞 再加上房间很乱 梁平一直慌张地收拾屋子 梁子健壮 前去做饭 却发现少买了大葱 梁平听后 打开卧室的门 窗台上 种着很多蔬菜 梁子突然大笑起来 他说 梁平的行为 好像她的奶奶 好老派 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 两人四目相对 粉红泡泡 萦绕房间 梁平慢慢靠近 初吻 自然而然地产生 两人羞涩地笑笑 然后 就这样了 后来 梁子经常流宿在梁平家 两人的感情 日渐稳定 直到那天 花店来了一个新人 那是梁平的学妹 很会撒娇 两人越走越近 梁平开始经常不回家吃饭 在梁子被领导批评时 也一心与学妹玩乐 甚至开始向梁子借钱 梁子没有问她借钱的用途 爽快答应 一天 领导和梁子闲聊道 梁平曾经找我要过你的值班表 还计算着你的工资 你们是要计划着同居了吗 梁子一口否认 但梁平为什么要计算她的工资呢 她脑袋一团乱麻地走在路上 耳边传来欢乐的笑声 梁平和学妹正在喝咖啡 聊得很尽兴 她见到梁子 没有表现出慌张或者歉意 而是说自己没钱了 让梁子借她一万 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梁子 一些曾经不在意的小事 涌上心头 梁平应该是在知道 自己有存款后才告白的 自从两人在一起 大到买礼物送人 生活开销 小到咖啡电影票 全是梁子买单 梁子问梁平 你爱我什么 是因为我有钱吧 你和另一个女生约会 为什么由我买单 梁平试图解释 却发现说不出什么 正如每一段不幸的初恋一样 梁子的初恋 在哀伤与背叛中结束 她落寞地回到空道的出租屋 看到了弟弟的来信 弟弟说了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 她一直以来都被欺负 敢怒而不敢言 之所以那么迫切地 想要考上另一所初中 是想远离那些讨厌的同学 她一直忍耐着 等待着升学考试 可欺负愈演愈烈 她最终还是没有忍住 和同学爆发冲突 其中一个同学受了伤 弟弟因此被送到儿童咨询中心 在那里 弟弟得知自己做的是错的 她不应该打人 她向受伤的同学道歉 同学没有接受 弟弟开始怀疑 自己是个坏人 不配被原谅 父母想让弟弟转学 但她拒绝了 因为梁子英勇反抗的模样 一直刻在她的脑海 她要像姐姐一样 勇敢面对 不逃避 努力适应 信得末尾 弟弟像个小大人一样嘱咐 爸妈都很担心你 偶尔也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梁子看着来信 泪如雨下 她并不是弟弟眼中勇敢的人 一直以来都是逃避而已 弟弟的信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曾经 她以为维持长久关系的关键 在于在重大事情上的保密 以为保持微笑赞同 就能避免麻烦 结果却和喜欢的人 彼此无法说真话 太遗憾了 人们相遇 也终究会分离 梁子害怕分离 所以总是逃 逃离了很多人 但她刚刚意识到 分离是为了新的遇见 她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写信给弟弟 你很好 你没有做错什么 在下个落脚点 我会独立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是你给了我勇气 谢谢 第二天 梁子决定离开这个小城 她去找花店办理辞职 梁平拿着一个信封来到她面前 信封里装着和梁子借的钱 梁子接过信封沉默很久 说了一声再见 而梁平开始心不在焉的工作 学妹问她 你们都误会都没有解开 就这样分手吗 你不想让她存够一百万 才故意借钱 现在她没有存够一百万 还是决定离开 你到底在做什么 梁平听到这句话 也不禁问自己 在做什么 就这样放弃吗 毫不甘心 她冲出花店 骑车追赶梁子 她害怕自己来不及 速度越来越快 梁子却因为放下了心中包袱 脚步轻快 慢悠悠地去买了一个甜甜圈 梁平因此已梁子错过 她率先到达车站 没有找到梁子的身影 以为她已经离开 怅然若失 当梁平要离开车站时 梁子来到了车站 两人相隔几十米的距离 望向不同的远方 就此错过 也许爱情里 一时的松手 就是一辈子的别离 没有补救的机会 曾经许诺天长地久的人 终究飞往各自的远方 但那也不必悲伤 下一站 去遇见新的自己吧 《百万元与苦丑女》是由彭天游记编剧导演 苍锦忧 《森山未来》主演的剧情片 影片是一部典型的日式青春片 有点慵懒戎场 带着淡淡的午后味道 21岁的梁子 有着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烦恼 总是假装勇敢 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明明渴望家庭的温暖 想要一个拥抱和夸奖 却选择了一段又一段的逃亡 流浪之旅 一直假装勇敢地去探索世界 实际上 从未用心去体会周边的美好 认为想要的东西永远在远方 世界这么大 自己却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 孤独感包围着整个青春 梁子的三段旅行中 身边不乏她想要的 温暖的人事物 她却很少去珍惜 去相处 因为她害怕最终的别离 所以一直在逃避 别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 甚至有时还会撕心裂肺 可若是害怕这个结果 就去错过相遇的美好 实在是不太划算 徐志摩的偶然中曾这样说过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亚异 更无需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这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 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汇时 互放的光亮 偶然 坎坷 邂逅 那都是生命中 最为平常的事情 记得也好 忘记也罢 于生命的长河中 都很普通 不要害怕别离 不要害怕错过 勇敢地去面对每一次相遇 珍惜相处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 去遇见更好的自己 那就足以 我估计相处的过程中 我估计相处的过程中 我估计相处的过程中